美国的债务危机引起了全球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创新的熊猫债引领了新的世界金融潮流。 最近,两件重大事件并行发生,它们的结合可能引发深远的全球影响。 首要的事件是,美国政府就债务上限达成了初步协议。 经过数轮谈判,美国白宫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代表于5月27日达成了在提升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上的初步共识,破解了双方的僵局。 只需经过众议院与参议院的立法程序,债务上限就能提升。 美国的债务危机并非偶然,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 首先,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大量发行导致了美国的信用危机。 这个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自2008年G20就是之后便开始。 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缓解危机,但这却损害了国家和货币的信誉。 只需观察美国债务的增长数据,就可以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自1981年10月,美国债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到2008年9月突破10万亿,再到2017年9月突破20万亿,每一次的增速都在提升。 尤其是从20万亿到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仅用了4年多的时间。 到2023年4月,美国债务总额达到仅31.5万亿美元,突破了上限。 谁能承受美国过度发行债券和货币的行为? 2008年,我们曾与美国达成协议。 那时,我国持有4776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到2008年底增至7274亿,2009年底达到8948亿,2010年底更是达到1.16万亿美元。 然而,现在,中国已停止购买,不仅如此,还在持续出售,中国当前持有的美债已降至8000多亿美元,为近10年的最低点。 尽管偶尔会增持,但这只是为了调整头寸,不久后又会大幅度减持。 美国因各国的减持而焦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霸权的消失引发了国内矛盾的激化。 虽然美国仍留有霸权的余光,但实际上,它的霸权已不复存在。 这是美国感到焦虑和无奈,甚至舍弃了最基本的尊严。 这种内部压力的爆发导致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升级,他们代表各自的利益争夺资源,无法从中国等大国中争取利益,只能内部自相残杀。 因此,美国两党为了债务上限的问题争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的资源不足。 第三个原因,美国两党为了持续的诈骗上演了一场双簧。 看起来,美国两党为了债务上限的争论,演了一出大双簧。 为什么要演这场双簧? 因为,现在全球已经没有太多人愿意购买美国国债了。 所以,他们必须上演这场双簧,以确保还有人愿意购买。 美国两党只有激烈争论,甚至大打出手,才能让各国相信美国发债是谨慎的。 就像美国参议员议长麦卡锡说,让中国借债不能乱花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因此,他们达成的一致,实际上只是又一次骗局。 总的来看,美债避免违约对所有人有利,因此达成妥协是大家的期望。 然而,这一事件也表明美债的发行难度加大,美元大规模流向全球的情况正在改变。 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去美元化的趋势,这是美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原则性一致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背后是全球大规模的去美元化现象。 简单来说,全球对美国过度发行货币的行为不再容忍,无论美国如何辩解,世界已不再愿意接受。 正如基辛格在他的百岁生日上所说,美国自认为是公正的,但其他国家并不同意。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金庄国家新开发银行成功发行85亿人民币的熊猫债。 中新社报道,新开发银行已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85亿人民币的熊猫债券。 熊猫债券是旨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新开发银行表示,此次发行展示了其多元化参与资本市场,动员资源支持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的战略。 这次的发行规模超过了之前最大的70亿元熊猫债券。 通过此次交易,新开发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建立了新的熊猫债券基准。 此次交易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和参与,并成功以赴一价定价。 据了解,募集的资金将为新开发银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员国的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募集资金可以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形式投资于境外。 虽然这个事件与美债似乎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债务规模差异巨大,但实质上,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和博弈。 简言之,美债当前的问题是发行和购买都受到阻碍。 如果美债无法发行,美国政府为维持运行就需依赖美联储的大规模购买及大规模印钞,这可能引发更高通胀。 全球目前正尽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大量新增的美元将去向何处? 再者,债务的偿还也是问题。 过去,美国依赖高科技产品输出和提供全球安全服务以赢得美元的全球认可。 然而,现在美国无法继续提供全球公共安全服务,并在技术上被中国替代,美元的支撑已减少。 如果美债无法发行,也意味着美元无法流通。 这将使经济已经空心化的美国彻底失去前行的动力,可能导致长期的严重经济衰退。 美国通过在中国制造危机,想制造台海冲突,想把乌克兰模式在中国身上复制。 试图描绘中国为不安全的国家,以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增加美元和美债的需求。 然而,美国自身现在处于困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最近在中国周边搞事情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中国并未急于与美国决裂,也未急切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 相反,中国更积极地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以扩大自身影响力,这正是中国自2023年以来外交动作加快的深层原因。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失效,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逐步减弱。 目前,美国的科技与军事霸权正在减弱,财政负担日益增大,依赖债务和美元发行的金融模式已显不可持续。 人们预测,美国的问题将在未来十年左右显现,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也在明显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家信誉将受到质疑,全球购买美国债券的意愿减弱。 旧的游戏规则似乎已不再适应。 此时,中国提供了新的模式,如熊猫债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储蓄率高,商业银行在降准后拥有大量资金,但在当前民营经济活力减弱,市场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些资金难以发挥作用。 为此,中国通过新开发银行发行熊猫债,进一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项目。 这样,中国银行体系内的人民币得以投入到更广阔的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得到了新的订单。 同时也推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了中国制造的市场占据率。 由此,中国的内外双循环经济模式也得以进一步确认和发展。 如果我们建立了这一边路,中国的商业银行就能发行各类债券并销售给全球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进一步将投资品销售到各自国家的市场。 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国际闲置资金。 各国将其资金投向我们,我们再通过新开发的银行向相关国家投资,然后我们的企业承接相关项目,我们的中国制造进一步占领更多市场。 这样产生的经济效益,我们可以通过各层级的贷款分配给全球的投资者。 在这个链条中,每个环节都有劳动,并根据各自的价值分配利益,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金融经济循环。 与美元和美国债券经济循环由美国主导,并能随意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况不同,中国创造的这种新模式使每个参与者都能获得相应的利益。 中国央行不会像美国那样大量印刷货币,从而使人民币的价值明显高于美元。 此外,每个国家都能确保自身在这个环节中的利益,共融共损。 所以,即使熊猫债券发行量较少,这也是因为当前的投资需求相对较小。 然而,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多和各方深度合作的增加,这种发债规模将会扩大。 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采取负面行动,那么最终的受害者肯定是美国自己。